26分 我们继续先带您关注的是 共军最近不断的扰台 昨天呢又有一架的运巴反潜机 进入我国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对此我国的海军司令部也宣布 在这个月的15号跟22号 将在西南外海密集实施 空层空域的专案操演 将有实弹的射击 这个呢反制的意味 看起来是相当的浓厚 那接下来还要看到的是 农委会在科学人杂志刊登 莱猪广告 这个争议都还没平息 不过我们现在要带您看到 又有台北市的国小家长 向平面媒体控诉 孩子带回学校的营养午餐菜单 背面竟然是这一个 莱猪的广告文宣 甚至呢你看到 他有告诉大家 如何辨识像是原产地的标示 那么在最后呢 大家就发现 尤其家长一看 下面说竟然还有这个 有讲侦答的活动 让家长痛批 这根本是科学人事件的翻版 而初步了解台北市还不止一间学校 收到这样子同样的文宣 而接下来还要看到 失去心爱的人 为什么现在反而还被求场呢 高雄一名张姓男子 去年三月参加了登山队 在过程当中 不慎滑落崩壁身亡 那么台中地检署调查之后发现 当时负责带队的王姓领队 出发之前没有充分告知 队员们山区的天后跟状况 也没有要求准备能够应付鸡血的装备 将他事依过失致死罪嫌起诉 不过张姓男子的乙霜 因为太过悲愤 在领堂动手打了这名王姓领队 因此现在反而被王姓领队 反求偿了五百多万元 目前还在民事的案件审理当中 而接下来聚焦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因为他五号是自行出院回到白宫 那我们看看白宫医师康利他在六号发表的声明 最新当中指出呢 说总统川普已经有获得了充分的休息 那么目前呢是没有症状的 那我们也进一步的带你了解 康利表示哦 川普目前他说呢 整体状况来说都是稳定 不过在白宫内部人员现在陆续传出确诊 目前的媒体室又新增第三名 还有第四名的工作人员染疫 另外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副司令也确诊 曾一同出席会议的美军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以及陆海空军参谋长 目前都进行了自我隔离 不过现在呢也有端家抨击川普的行为失当 也警告川普太早出院病况可能还会逆转 红声的追思音乐会 由吴宗献跟Kid共同来主持 Kid一路憋了两个小时 最后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气氛相当的感伤 在9月份交车数充出了新高 特别是高级豪华车品牌 富豪下单不手软 一年只有24台近2000万的改装车 有将近一半的订单都落在台湾 方面电动车的市场也成为全球车厂的必争之地 像是南韩的现代汽车 以及旗下的奇亚汽车 今年前7个月的销售量挤进了全球第4名 山游玩边煮泡面边泡茶 还拍成影片放到网路上介绍 不过呢现在被山游抓包 说柴山属于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的范围 根本不能生火 那么管理处也证实已经处罚 是不是可以更了解台湾的法律制度 所以彰化地检署推出了宣导影片 其中一名书记官长相相当的甜美 意外成了亮点 请彩影带来看 好主播彰化地检署在6号上午首度公开播放了 外籍人士司法禁用权的影片 希望能够透过影片让外籍人士更了解台湾的法律制度 如何透过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而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由地检署的同仁所演出的 当您收到传票时 请依传票上记载的时间地点至地检署报道 那其中担任司法小天使的检查书记官蔡又伦 白皙的皮肤盘起头发 笑起来像是邻家小女孩 那她因为长相很出壮 那外形也是相当的甜美 意外成了这一场发布会的另类焦点 那么交到外纹系毕业的她 后来又到了台大国发所修硕士学位 那因为对司法很感兴趣 这一次呢 让她利用了自己的语文专长来协助新著名 了解台湾的司法禁用权 让她感到非常的新鲜 以上是最新掌握到的消息 时间交还给棚内 大家早安带来关心到今天的甜蜜状况了 还是提醒您哦 出门在外要记得多嫁一件外套 免得感冒着凉 那接下来要看到在新北市 有一名男子围婷 看到车子被勾上了脱吊车 气得呢是闯进业者的驾驶座 拔走车钥区 触犯了妨害公务罪 如今被判处拘役30天 得一颗法金3万元 干什么 你擦我擦 任性在台中有一名男子 为了和朋友证明自己有多有钱 竟然就在KTV的前面 把自己一台价值692万元的宾室 当场砸烂 被迫离职 新北市劳工局昨天到康轩进行劳解 根据申诉员工控诉 公司不给付业绩奖金 康轩主张5.9万元已经在9月给付 但对于是否被离职 资方诚心该名员工是主动交退证件 疑似是同事间气氛差 所以才自请离职 但双方说法都不拢 而且没有明确试证 而资险费66万最终定案 得等到10月12号调解会厘清 而昨天证明女经理也出面揭露细节 引爆和员工对立也是她始料未及 TV新闻 徐国人谢丹茨新北市报道 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51分 今天新闻早点看有哪四大重点 赶快带您一起来关心 首先要来关注的是 顾总统李登辉的奉安典礼 在今天上午将在新北市戏指 五指山军人公墓举行 为了让活动可以顺利圆满 所以针对会场周边 还有车队行进的路线 要提醒您从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 都将进行交通的管制措施 所以要告诉您出门前最好提早 做好交通的规划 避开管制路段还有时段 以免上班受到影响 继续要看到的是两岸的情势升温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访日本 接受专访的时候透露 他说有意打造一个对抗 中国共产党的安全保障网 而被问到如果大陆武力犯台 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 对此蓬佩奥说 美国将采取一切的行动 缓解治愈的紧张情势 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在疫情期间 一份最新的民调 来自的是美国的皮油研究中心 针对14个国家 14000多名的民众进行调查 其中被问到大陆处理疫情的表现 14国的受访者的中位数 有高达60%认为是不好的 另外像是在澳洲 英国还有德国 美国等8国的民众 对大陆的负面观感 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纪录 接下来要关注的是 英国的苏格兰尼斯湖水怪的传言 流传已经数十年了 至今每年还是有无数的专家 跟民众前往当地 希望能够亲眼看到水怪 最近有一名尼斯湖游轮上的 资深船长表示 他的最新声纳在上周三 捕捉到尼斯湖水怪的声纳影像 如果这个影像是真的 初判这头尼斯湖水怪的体长 大约是10公尺 回到国内要带您继续关注的是 宝二总队追查网络直播的 清权仿冒商标案 这半年来一共揪出了 23期的清权案件 带回将近5000件的仿冒品 粗估市值超过2000万 退一步改成科医审查 传出是因为美方对贸易协定不给承诺